大家好,我是蛋壳,这期视频咱们来看一盒全内购的亨色火王三花甲的,货号是2073s,2073都可以 这盒板件目前在市面上是找不到了,这一盒是在一个朋友那里好取强夺来的,也是感谢他忍痛隔爱吧 这个的确是不好找,只能是在一些出堆级的人那里去找 盒子呢,还是全是英文,没有汉字 然后包装这里呢,这一面是一个后期的涂装 这一面是板件的图,两片石棵片,两块水贴,还有一些履带的制作器啊什么的 下面看一眼板件 拼装说明书这里是一个横着翻的,横着翻的,然后后边的涂装指示 涂装指示,涂装指示还是米格的7 这边是有两页的内购上色指示 内购的话,大部分是防锈红 然后其他部分是内购白 其他的颜色不多 但是它这个内购的上色指示就是比麦田的会详细挺多了 也挺方便的 板件这里,铝带是一个半拼接的不可动铝带了 半拼接的 细节还可以 像半拼接的话,在造型上就不太好做 所以他给了制作器 给了一对制作器 这样的话在一些有弧度的地方可以更自然一些 不然的话,像这种半拼接的这个位置 有的做不好的话,衔接起来会非常的生涩 就不好看 雄挂这里是一个应该是可以做成可动的雄挂吧 毕竟扭杆都单独开出来了 这个需要做的时候要看一眼 其他的像一些小挂钩啊,把手啊什么的也都不错 没有飞边什么的 排气管 排气管这个没有铸造质感啊 这上面,耗手上面的都有,这个没有 这个,当然这个排气管的尾部到最后会被外边的罩给罩起来 但是也算是一个缺失吧 这个是散热,发动机的两侧的散热,散热风扇 散热,散热,散热还是做的挺薄的,没有飞边 这个是发动机的内构,发动机还有前部变速箱的内构 还有油箱 还有油箱 座椅的话,它这里是,座椅的褶皱的质感也是做出来了 这个比较好 像发动机,发动机两侧这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 这个是一体开出来的,如果是麦田的话,麦田肯定会做出好几个零件给它拼出来 零件砸的话,细节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制作起来也会比较的繁琐 发动机的散热器,是一体开出来的 电台也是一体开出来的,电台和电台的架子都是一体的,直接合上就可以了 还是挺方便的,在精度可以的状态下,开开在一起,一起开出来的话,制作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炮弹是跟弹药架一起的,这个,其实也还行吧 像这种的炮弹上色就是,先整体喷炮弹的弹壳的颜色 再手涂弹药架的颜色和手涂弹头的颜色 其实,就上色来说是挺简单的,但是上色后的细节呢,肯定是没有一根一根炮弹上色那么好 但是也可以了,至少做起来会比较的方便 其他的,没问题,这一板也是炮弹,炮弹还有一些管线啊什么的 战斗室的地板也是一起的,一片整体做出来的 测裙板是一体的,呃,测裙板,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呃,排气管外边那个罩子,罩子也是有铸造的质感 仓盖,仓盖内外结构都给开出来了,而且没有水口,这个给好平 没有水口的话,你什么都不用处理,直接上色就可以了 这个是钢篮,钢篮的弯角这里会比耗手的那个弯角会更自然一点,耗手内里就是太圆了,这个会有一点自然下垂的那种感觉 再就是,呃,擦炮的这个擦炮杆,这个杆也是非常的细腻啊 他这个都是,中间都是透明的,都是,都是开口的 耗手的我记得是一起的 这,这一把是一些车体的工具 工具 千斤顶,千斤顶,也是挺,也是正常吧 工具,侧面的工具扣也是正常开出来的 这个是,车辆底盘的悬挂,悬挂部分的那些支撑,都是开的塑料卷 应该是没有,没有10颗片的 外田的全给的是10颗片 炮栓,炮栓,炮栓,炮栓都差不多 机枪这里,这个应该是同轴机枪 也是开的挺整的 枪和枪的枪架都是在一起 枪口没有开孔,需要自己拿钻头 钻一个小坑出来 这一把也是,发动机的内构 还有座椅,座椅的话 座椅的靠背,也是有褶皱感 背面的弹簧是,弹簧的纹理是直接开出来的 应该是没有10颗片了 10颗片会比麦田的少不少 炮塔,炮塔还有炮管,炮管,水口 这个炮塔的炮塔顶,这个推出孔还是不少的 但是都不是太深 有一些直接磨一磨就可以了 有一些稍微添一点 炮盾,炮盾是给了一个这种的 不是全铸造的,是铸造出来 然后给车了车了几圈这个 但是它这个炮盾根部 没有被机床车的那一部分 也没有铸造的质感 这个需要自己填一下 然后 然后 呃,驾驶员边上这个机电源 车体上的机枪,这个炮枪盾 也是没有铸造的质感 需要处理一下 需要处理一下 这个是,这应该是 这是个车体手下 车体手下的一块装甲板 它单独开了一块 车体 车体侧面 呃,悬挂这个 里面的框架 也是一个塑料的 麦田也是10颗片 塑料呢,还是比较安 比较好安装的 厚度 会比10颗片肯定会厚一点 车体两侧 呃,车体自带了很多 原件在上面 哎,像这些箱子呀 这些电 电台呀,这些东西 还有管线 这些东西 都是开在一起的 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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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常规的 也没有变形 车体内的话 推出孔 比较大 大,然后 车体前面的会比较浅 发动机舱这里 推出孔会比较深 要处理一下 细节来说 细节还是正常的细节 车体机枪 呃,这边的这个 焊缝 也正常 但是看起来会比耗手的 那个会好一点 透明镜 透明镜 透明镜不多 有前望镜 然后还有 呃,车前灯的一个透明镜 水贴两片 这,这上面是车体内构的水贴 炮弹,炮弹的水贴 然后仪表的 这个就是车体外边的 这个就是车体外边的 椅子 诶,这是铝带掉的 石刻片这里 没有特别小的石刻片 这里给了是炮弹的 底火的水 底火的石刻片 车体 车体 悬挂,框架 有几片 这边是散热的 这几个,这几个是不知道是哪的 这个 再看 好,那这个板件就看到这儿了 这次做内构还用上了一些打印的件 都是重磅 都是重磅模型的 重磅模型出的 有通用的件 也有虎王专用的件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重磅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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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只有灯这儿的也有六个 这个只有灯这儿的应该是自己要往上塞透明件的 六个能做不少车了 然后这个是二战德国战车通用灭火器 后期实验 这个也是通用件 所有车都能用 一共是跟架子在一起的是五个 然后灭火器和架子分开的也有五个 这个就是你可以做不同状态的 像这种只有架子的话 可以做一些战损的 或者是灭火器被用掉的这种情况 细节来看 到时候我会在边上附一些 附几张微距镜头拍的照片 可以看一眼 肉眼的看 层纹还是很难看到的 微距镜头可能会看的能更清楚一点 这一盒是 二战德国火王通用工具扣 工具扣建组 全是一些 钢篮的扣件 钢篮的扣件 还有一些拖车挂钩的扣件 看 这边这一排是钢篮的扣 车体钢篮 这个是拖车钩 这些也是 这些扣子 虎视上面也能用 不仅仅是虎王 虎视上面好像有些扣也能用 这个是虎王通用全板基座加铝带挂钩 全板基座 全板基座 这个用在小号手的虎王上应该是正好的 因为三花的这个基座是开在车体上的 如果你要用打印件的话需要把它铲掉 小号手那个是单独开出来的需要自己粘 所以这个座用在小号手上是更好 这边是炮塔侧边的挂铝带的钩子 另外我还拿到了重磅模型的一个工程样品吧 是一个虎王的 虎王的铝带 工模款 是适用于九尺的主动轮的一个铝带 两款铝带片 然后还有两侧的厂销 这个我也会放几张微距镜头拍的照片 细节还是细节还是好不少的 而且它这个树枝我试了一下 不是那种脆的 是有韧性的你看 是有韧性的 所以所以会会结实一点 它不会特别脆 然后一掰就折了这种的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安装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但是经过上色 然后经过旧化各种溶剂浸泡之后 结实程度还要再进一步去看 好了就这么多东西 一个全内构的亨色虎王 然后是一堆重磅猛型的打印件 那这一期的开合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就是它的宿主 宿主肯定还是分好几块的 毕竟全内构零件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整个看起来 三花的这个全内构零件 比麦田少挺多的 但是也不少 好吧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